那至於長輩朋友 我們也希望說打好打滿 因為對於長輩朋友來講 相對他的風險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不求快 但是我們求好 不希望說長輩在這個過程裡面 施打疫苗的過程裡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這個是我們相當在意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也請我們高雄醫學大學 負射醫院的鍾遠文鍾院長 他本身就是國內我們疫苗的權威 那我們今天會請他來跟大家來講解 在疫苗施打的過程 那尤其現在莫德納疫苗來到台灣 那不同的疫苗中間到底是怎麼選擇 那有哪些不同的比較 我今天請鍾院長來跟大家做說明 好 謝謝市長 那各位媒體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陳如市長剛剛講的這幾天的疫情 其實有慢慢減緩的趨勢 不過大家還是要相當注意 能夠確實力行防疫的政策 那希望能夠儘快回到 新的一個生活正常的一個形態 那市長剛剛其實也提到今天 美國莫德納250萬劑的疫苗已經來到台灣 那我們當然非常感謝台美之間的情誼 那在這裡也特別跟市民朋友報告一下 大概美國新冠肺炎疫苗施打的一個情形 那大家知道美國目前大概有3億2800萬的人口 那到6月18號為止 美國已經注3億1600萬劑的一個疫苗 那他們施打的技術佔總人口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曲線上來的非常明顯 那已經佔整個人口裡面94.5% 就是將近95% 那他們施打兩劑已經完成的比例 是到44.39 那就是將近45% 那其中施打一劑的話 佔52% 所以大家在爆炸媒體上可以看到 美國幾乎很多州都已經解禁 慢慢回復正常的生活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美國從疫苗 美國現在大概主要三個大的疫苗 一個是輝瑞BNT 那另外一個就是莫德納 那第三個是JJ Johnson的一個疫苗 那他們疫苗從去年年底 開始各桌逐漸施打 但是比較大型的全面性的是 從今年的1月21號開始施打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從1月21號開始施打來 本來我們這個中軸裡面 10萬人口其實住院的比例 因為新冠肺炎 那時候都將近高峰的時候 都將近有70位左右 那從1月21號開始施打 那住院人數在每一個年齡層 都明顯的降下來 那尤其是比較高齡的長者 65歲以上的 那到5月19他們65歲以上的 疫苗的注射率已經完成84.7%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同時伴隨著疫苗的施打 那死亡的比例其實也明顯的下降 那這一個圖 左邊是本來是我們個案數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10萬人口大概都平均有 500位左右的確診數 那從今年1月21號開始 大規模的注射以來 那美國的大於80歲的死亡率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顯的降低 那尤其是65到70歲左右的長者 我們的長輩 那在這邊特別提醒 真的一定要去有需要的時候 要去施打疫苗 那對我們才能夠形成 比較好的保護率 那在這邊再次跟各位市民朋友 提醒一下 那前面是美國的數據 那這邊是我們 本土的數據 那各個年齡層 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各個年齡層 他得到新冠肺炎確診的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的第二行 他的重症比率到80歲以上 甚至可以達到43% 那所謂重症就必須 他有嚴重的肺炎呼吸困難 有的時候甚至要插管 有的時候甚至要插管到家戶病房 或者是大家所謂知道的 有的時候甚至要使用呼吸器 或ACMO 那大於80歲 他的比率比起 大家可以看到20到29 他的重症比率大概2.5%左右 就足足多了20倍 那致死率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80歲以上 也達到27% 那比起年輕的30到39歲的0.3左右 也有相當大的倍數的成長 所以這一邊特別提醒 我們比較高齡的市民朋友 那真的需要施打 那當然大家還是會有一點疑慮說 那我們長者我們的中部 煮疫苗 真的非常危險 那其實我們對109年度的人口統計 我們目前75歲以上的人口大概是143萬 那同一年度75歲以上的死亡的人數 大概是在95000人左右 那如果在沒有接種疫苗之前 那其實國內目前每天 大概都有200多位的長者 有時候會貴心 那當然我們都很難過跟不捨 那但是疫苗其實對老年 尤其是高齡的長者 保護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接種之後 當然我們還是要注意 接種之後 要觀察30分鐘 那為什麼要觀察30分鐘 它主要是我們接種完的時候 都是很怕它有嚴重的過敏反應 那這個嚴重的過敏反應 有時候開始 皮膚會有一些疹子 或者是紅腫出現 嘴巴有的時候會腫 眼皮會腫 有的時候身帶會水腫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呼吸困難 會有休克的現象 那這個比率其實都非常低 每一種疫苗大概都接近百萬分之一到十左右 那但是它常常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在十五分鐘以內發生 那另外百分之十五 大概三十分鐘以內會發生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都會建議長者 不管所有的市民朋友打完之後 都要觀察十五到三十分鐘的原因 那另外病毒載體的疫苗 譬如說AZ的疫苗 當然有一些因為特異體質的關係 也出現血栓 但是血栓破隆隆底 腦部肺部或者是深部的靜脈 比較容易發生 那通常都是在打了之後 五天到十六天中間會發生 那但是有一些市民朋友 它其實會體質比較特別發生比較慢 所以有的時候會到二十八天 就是一個月之後才發生 所以特別在這一段時間 就要特別去注意血栓的問題 那這一陣子因為開始主要是比較長者 它的危險性比較高 所以政府大概都是集中在施打65歲或70歲 那我們是從87、82歲以上開始施打 那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其實AZ疫苗開始打的時候 年輕人的副作用反而比較大 所以那時候有一些國家反而是把AZ疫苗 是希望由年長者來接種 那年長者因為免疫系統 農消比較有一點降低 那抗體的生成比較少一點 那不良的反應其實也比較少 所以也比較不容易出現副作用 但是我們還是要相當注意 是不是有副作用的產生 那我們這一段時間接種疫苗 那其實也常常接到病人 或者是我們的市民朋友長輩 他來問說 我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有腎臟病 我有中風過 那或者是我有心臟病 我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或者是我的肝臟不好 還是說我神經方面有一些問題 那或者是我們 我有免疫不全 肥胖吸煙跟貧血 那能不能打疫苗 那其實這幾個都不是疫苗的禁忌症 那只要控制非常穩定 那尤其是男性年紀超過65歲 住在安養長照 或者是有一些高危險群的病人 那其實反而建議要去施打 那當然我們要非常注意 是不是有副作用的產生 那高雄市政府這邊 其實配合整個中央的政策 我們對洗腎病人 對於這些慢性病的長者 大概分批接種 那目前情況都相當順利 那另外最近門診 其實也有一些 特別是癌症的病人 也來猛攻 我目前有癌症 那而且我有在治療 那我能不能施打 那原則上癌症的病人 如果控制穩定的話 那都可以接種疫苗 而且接種疫苗 反而有好處 那但是有一些特別的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有兩個特別要跟大家說明的 是有一些淋巴癌 或者是白血病的病人 那目前國際跟國內 有一些新的創新的個人的精準化的治療 它是使用細胞治療 或者是類似幹細胞移植的 那裡面有一個治療的技術 叫做CAR-T 那你如果在接受CAR-T的治療的時候 會建議跟新冠肺炎的疫苗注射 要相隔三個月 那另外也有很多 四名朋友他在問說 我有一些固態性的實質的腫瘤 什麼叫做實質的固態瘤 就是我們血液病以外的 譬如說肺癌肝癌 或者是腎細胞癌這些 那他會問說 我目前在做化學治療 那這樣我可以做疫苗 我能不能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其實接受化學治療的中間 還是可以去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但是因為你在做化學治療 有的時候白血球 或者是其他的免疫功能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會建議在治療的期間 可以間隔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那這樣子讓免疫功能恢復 那我們在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就可以產生足夠的免疫力 那所以說整體來講 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還是利益大於風險 那在這邊還是建議市民朋友 就像剛剛市長講的 我們打好打滿 那但是也不用急 那有一些禁忌症以外 如果平時慢性病控制不好 那或者是你目前有急性惡化或發作 那我在這邊特別提醒是 有一些專家會建議 你如果最近剛剛出院 那剛剛出院 就是表示你的病情還沒有很穩定 那一般病房的話 大概14天以內 那你如果從加護病房 剛剛28天以內 剛剛出院 那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考慮暫時緩一下 施打疫苗 等到你的慢性病 比較穩定的時候 那再來接種 那穩定的時候 施打有給大家保證 一定做得對 所以這時候就會建議 你在附近 你大附近去接種 那這樣子可以避免 比較不用坐車勞頓 那如果有疑慮率的話 也可以建議 先詢問你的主治醫師 那疫苗接種之後 要注意什麼 那第一天 要注意加壓止血 那不要去揉 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不能夠揉 那留關15分鐘到30分鐘 非常重要 那回家之後 要定時的量體溫 紀錄 多喝開水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 第一天要2000cc左右 多休息 還有均衡的飲食 有人會建議地中海型的飲食 我想這些有些市民朋友 非常清楚 對身體會比較好 那第二三天 我們同樣要持續去量體溫 多喝水 多休息 均衡的飲食 那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微燒 可以吃一些普拿疼 那如果有不適的症狀 未改善 那就要儘速就醫 那接種的地方 有的時候會局部紅腫 熱痛 那可以適當的冰敷 每一次五分鐘 一天三到四次 那特別高雄市 目前大概有99間 將近100間左右的洗腎的診所 那我們洗腎的病友 也將近一萬個人 那我們最近統計 應該都接近百分之九十幾 都已經施打完畢 那有些洗腎的病人 就特別會問到喔 就打完新冠疫苗之後 可以多喝水嗎 那這一個部分當然不行 剛剛講的多喝水 是指一般慢性病 控制很穩定 但是特別你如果有心臟疾病 有腎臟疾病 你要去控制你每一天的水分 那這個就不能夠多喝 所以洗腎的病人 因為他多的水分 沒有辦法正常代謝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建議要控制水分的攝取 那也可以備用一點退燒藥 那接種之後 如果有不適 多休息就會緩解 那同時洗腎的病人 那我們如果接種疫苗之後 要去注意一下我們的體重 是監測水分的一個好的辦法 那如果有稍微燒 那稍微可以補充一點水分 但是每天大概在500cc以內 會比較好 不會造成你身體的負擔 那同時注意我們的整個的體重 那以上大概是今天 跟所有市民朋友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中院長 非常清楚的說明 打疫苗是利大於弊 所以真的要拜託我們這些 高風險的朋友 跟我們的長輩朋友 都應該要盡快的施打 那從不管是莫德納 或者是AZ 它的安全性 在國際都已經有非常多的國家 都已經施打 也累積很多的這個經驗 還有臨床的數字 那這個部分 我想還是要拜託我們市民朋友 這個要尊重 而且要相信我們專家的意見 所以這個在疫情流行的時候 也不要說今天確診個案是零 大家就放鬆 還是要戰戰兢兢 那我們面對病毒的時候 還是要謙遜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個案 現在看起來 有一些潛不及高達25天 有一些是無症狀的感染 所以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尤其未來在病毒已經流感化 社區化之後 那這個病毒是非常非常的狡猾 所以我們還是要 疫苗要打好打滿 來建立群體的免疫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 在整個社區更安全 我們才可以把我們的口罩拿下來 我們才能夠降低 我們這個疾病的致死率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要拜託我們的死者 你們如果在看我們的記者會 拜託我們的中部 真的要做出來做疫苗 尤其不管是AZ也好 莫德納疫苗也好 對於重症和死亡 其實這兩種疫苗都差不多 都幾乎高達95%以上的保護力 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放心 我們在流感疫苗施打的理念也是這樣 我們做流感疫苗的時候 就不是說 你對流感都不會對 你疫苗做的都不會對 是要讓你對重症的比例的降低 那就會降低死亡 所以這一樣 這疫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你如果對也沒關係 也不會重症 可能流在那裡貧水就好了 也不會有一些死亡的風險 所以在疫苗的這個理念上 打哪一種疫苗 對所有的人來講 都是非常的 對於這些重症的預防 都是一樣 所以疫苗不用太快 都其實是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這個部分 也在這裡 跟大家做個說明 也要拜託大家 假如你有收到通知書 那就趕快把你的長輩 一起請他去施打疫苗 這個不用放心 我們現場都準備得非常的舒適 歡迎大家來打疫苗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